欢迎大家收看议会来外 我是刘慧卿 今晚我有个很特别的嘉宾想介绍给大家 最近我们在立法会有个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就是讲性工作者遇到什么问题 尤其是很多时候警察就给他一些麻烦 我今天很高兴请到林依宁 就是紫藤的总干事 欢迎你Elaine 多谢你来 多谢你的邀请 你告诉我们的观众听什么叫紫藤 其实紫藤是一个关注性工作者的团体 但其实它是一个植物名 它是一个很确定很有韌力的植物 就是在我们社会上存在 但我们不在意 大朵花其实很漂亮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叫紫藤 就像性工作者那样 我们的社会一路生存 但是没有什么人理他 但是性工作者 我经常在立法会都说 我说这个是人类最老的职业 有些人说律师最老 我说律师是第二老 最老就是这个性工作者 但是紫藤成立了多久 正式注册就是96年注册的 因为那时候听闻 我不是次创者 说怕97之后不知道能不能注册到 所以连连连96年就注册了 到现在就13年了 那时候你还没有进去 但是你知不知道 除了怕不让成立组织 为何96年会有一个需要成立紫藤 其实因为最初最主要有四个核心的女士 他们就是做劳工 妇女 一直都有很多社会的议题关注 他们觉得为什么这么有趣 就是很多妇女的劳工都是劳工 性工作者在我们的社会 没有人会去理的呢 最初想去了解多些 陪他们站街 慢慢开始越做就越多 现在开始就发展到 有很多不同规模的项目 就是其他那些妇女的劳工组织 就是不侵他们玩的 我想早期就不是很多人 就算到现在也好 都不是很多人认同性工作 这个是份工的 那他们身份又没有什么人来 但是其实他们的处境 面对很多事情的嘛 比如你说工会很少去关注这帮人 所以就有个空间 他们有一帮有心人 我想中间有一些机缘 我都听回 其实他们在做工商的过程里面 都有一些家属其实做了这个行业 慢慢开始想了解多些 就慢慢一路做到现在了 那你呢 你什么时候加入紫藤的 我一入豪门深似海了 这样眨眼十年了 我只是说我给人听我是同工 就是99年加入紫藤 到现在就十年了 是不是你第一份工 第一份工 为什么你当时会那么有兴趣加入 刚刚那时就在那里做义工 他又要聘请人 我那时讀社工 又不是很想去那些主流机构 经常要交报告 最怕写字 他聘请人就来这里做 你觉得很有意思吗 做了十年 我想就 我会看紫藤好像是我成长的地方 撞很多板 很坦白说 我会做什么板 说给他们的观众听 因为十年前 情况比现在更差 那时一到选举的时候 有些议员打响其次 打击卖淫去换选票 警察那时甚至一天去查八次牌 五六个警察围着女生 剝光珠手身 坐在门口赶他们走 警察不想坐在门口 更简单 用一些牙签塞他锁匙洞 滴AA超能胶 我也有收过一些个案 大陆来香港的女生 她不是性工作者 但警察要她带她到家 然后将她强奸 但那时刚刚入行 很多东西不懂 就成了犯 幸好这些个案帮不了什么 但唯一可以做的 可能是陪她经历 但你发觉一路做不够 为什么重重复复继续都是这样 后来还有一些姐仔自杀 你会觉得 为什么她都是人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遭遇 甚至有些自杀 我们都要很多她的葬礼 我们都要跟她扮 因为有些家人觉得 你做这一行 影衰我 连过身都不想去处理 所以就一路做一路学 也有很多人帮忙 很多人教 慢慢去知道多一些 姐仔的权利是什么 很重要令到姐仔 他们都学会自己的权利 究竟什么是犯法 什么是不犯法 警察有什么可以做 不可以做 慢慢希望情况可以改善 其实我都是在立法 我忘记了是立法局 还是立法会 我都是在那时候认识你 因为你来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或者认识 是将这个性工作者的议题 带到去找立法会议员 或者立法局议员 其实我们00年那时候 因为逢选举就数了 那时候我们约见过几位议员 好像没有你份 没有找你 就说我们性工作者的东西 可不可以有人帮 因为警察的濫权实在很过分 那时候还要刚刚金融风暴开始 入行的人很多 他们也都没有生意 还要被警察这样打劫 打劫又多 但是跟那些议员说 就说我关门可以同情你 但是出到去 我就很难支持你了 为什么他们说 我怕被老婆说 或者我怕被不知什么说 就是很大的压力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叫做 声明 就是抗议政党 打击性工作者换选票的声明 当时其实联署的团体 或者人士都不是很多 我们已经不是说 你赞不赞成性工作者的存在 我们只不过你不要说 那么不赞不赞 你去打击他们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警方执法 他的压力来自哪里 都是这些议员 那时候开始社会上有一些讨论 我去找你帮忙 我想后期一点 2003年开始 就是警察放射 就是免费票的一件事 这一件事 因为我们一直去拒很多个案 濫权很多不同类型 打之类的 其中一个很严重 就是他们放射的时候 当时很多是做完外才逮捕他 不单是做外 有性交有口交 打飞机 手淫是直接批准的 我们觉得这个制度很不合理 开始找你们帮忙 你们一路一路去跟进 而和你们沟通 你们也提醒我们很多 譬如我们要做多些文件 预备 找警察的口供纸 在哪里他说了些什么 还有我们有些姐妹去和你们分享 事实上有一些部分 譬如很可惜 现在他的指引都不肯改 但是你说如果警察放射 全套做外是少了 我现在都还有 但比起当时 差不多10个放射 8个做完的情况 当时有一些改变 但很多事情都要再继续跟进 另外就是 你帮忙多些就是李婉宜事件 可能有些观众都不知道 你说给观众听悲剧是怎样的 李婉宜事件是2005年的时候 有个女孩 她是28岁而已 警察就放射 放射的时候 冤枉她恐吓勒索 当时李婉宜又和警察口交完 就收了安全套 警察拘捕她的时候 她打算是一个证物 她保护她自己 谁知道安全套被另一个警察丢了 最后她很不开心 她觉得为什么这么受冤 第一被警察诬告 第二 其实为什么警察和她 接受了性服务 都不给钱呢 她觉得很不开心 她留下了遗书 跳楼自杀 就很可惜 她家人也很伤心 但那时软仪留下说话 希望家人将这件事公开 其实公开不是要求什么 她很希望警察的上司和社会 会知道有这些事发生 我想这件事 阿卿姐帮忙很多 你也有见到她的家人 有脑有乱 因为软仪本身也有残障 她不拿中援 她也一直去做 但很可惜 到现在 今年09年 隔了三四年 最后警方的报告就是说 全部的指控没有一样成立 包括了 那时候你帮我们追回 因为当时软仪死了 她有一些遗书 日记 警察在家人那里拿了 没有给她任何证明 是你帮忙 我们去拿回一些副本 和证明书 那我们投诉 这一件事没有给她 这一件事都不成立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投诉警察 那个 那个不是独立去调查自己 那我们在立法会 就整天都说 就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都要有个独立的机制去调查 就好像李宇宇的个案 这样大家就令到市民失了信心 不过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里 稍后回来 我们再和Elaine继续讲 性工作者遇到的困难 这一件事是有没有 顺便的发生 这一件事是有没有 过来的 这一件事是有些的 那这个发生的 是有没有 这一件事是有没有 你需要的